这个女人刚穿越到一百年前就害死了救国英雄 咋回事 小美看着一百年前的世界哪哪都新鲜 还被一个帅哥吸引了视线 可意外听到两人正在毛花暗杀行动 就在这时一个大叔蹦了出来 小美被发现了 只能慌忙逃走躲进一个房间 可在这里小美看到照片上的人和她一模一样 巧的是女人正好路过 黑人错把她当成了小美 偷偷跟了上去 等两人返回房间时 发现那个女人已经死在了卫生间 而身上的手帕可以证明 女人正是历史书里记载的救国英雄佩小姐 佩小姐死了 那一百年后的土耳其就不会出现在地球遗上 而这场意外都是这把神秘钥匙捣的鬼 一天前记着小美奉命去佩拉宫酒店 写一份入住佩拉宫的三万个理由 接待她的正是大唐经理老王 老王热情的给小美讲述佩拉宫的历史 住过这家酒店的都是王公贵族 佩小姐就是其中一个 她曾在外敌入侵时 救过大将军法尔的命 这块手帕就是大将军送她的礼物 不过酒店最神秘的还要属511号房间 悬疑小说家阿加沙 曾在这个房间里神秘失踪了20天 回来后写下了悬疑小说 东方快车谋杀案 刘梅说511号房间拥有穿越属性 他们仔细搜查了房间后 找到一把古老的钥匙 这故事听得小美如痴如醉 尽头上老王还给她展示了这把钥匙 可临走时天空突降大雨 小美只能斩住一宿 巧的是酒店只剩下511号房间是空的 随后小美走进房间 发现桌子上放着那把钥匙 她以为是老王给她的惊喜 便拿着钥匙躺在了床上 可当钟表走到12点时 房间突然剧烈摇晃 吓得小美赶紧躲进角落 突然指针飞速倒转 房间又恢复了平静 刚刚掉落的书又回到了书架上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于是小美走出房门 看到所有人都穿着古代服装 直到她看到报纸上写着1919年 还看到了悬疑小说家阿加沙 但阿加沙却说 自己从没发表过小说 以为小美是来调侃自己文采不好的 赶紧起身离开了 与此同时 老王突然感到一阵刺头 发现自己的手指开始溃烂 她感到了大事不妙 急忙来到佩拉宫酒店 原来老王早就知道要是可以穿越 随后也来到了1919年的土耳其 可现在因为和小美长相一模一样 佩小姐提前死了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土耳其独立反击战了 慌论中老王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让小美假扮佩小姐 可小美连她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就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我至此提完 跟坎佛